想一想啊 我们人啊 现在毛病很多呀 大家要懂得学会尊重啊 因为尊重别人 不是金钱买得到的 不是你有钱 我就一定要尊重你呀 有一位富翁很有钱 但是他在当地做了很多的坏事 别人都不尊重他 就连一个村庄里的要饭的人 人家都不尊重他 他很苦恼 他整天在想 我怎么样能够让别人尊重我呢 有一天散步 走到村口 看见一个乞丐 他心想机会来了 就在乞丐的破碗当中 扔了一个硬币 没想到那个乞丐头也不抬 理都不理他 这个富翁不由的生气 指着乞丐说 你眼睛瞎了 没看见我给你的是金币吗 乞丐不看他一眼说 给不给是你的事情 不高兴你可以拿回去 富翁大怒 意气用事 好 丢了十个金币 在他的破碗当中 心想 你这个乞丐 这一次你会趴在我的面前 向我道谢了吧 没想到 乞丐还是不理不睬他 富翁几乎要气得跳了起来了 我给你十个金币啊 你给我看清楚啊 我是有钱人 好歹 你得尊重我一下吧 乞丐懒洋洋的说 有钱是你的事 尊不尊重你 那是我的事 你不能强求我来尊重你的 这个富翁急了 好 那么 我将我的财产 一半给你 你能不能尊重我呀 乞丐翻着白眼 看着他 说 你给我一败残残 那我不是和你一样有钱了 我为什么要尊重你啊 那个富翁更急了 好 那我把所有的财产全部给你 这下 你总得尊重我了吧 这个乞丐哈哈大笑说 哈哈哈哈 你将财产都给我 那你就成了乞丐 而我成了富翁 我凭什么来尊重你呀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富翁有钱之后 他想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尊重 而乞丐的顽强 更加清楚地说明 金钱和尊重 有时候很难划上等号的 人的尊重 是从心里而来的 不是靠金钱能够解决的 像很多婚姻一样 很多男人以为自己有钱 你就一定会真心对我好 记住 买卖的婚姻不能长久啊 人靠的感情的维持啊 没有钱 有感情 我们可以好万年 有了钱 没感情 只有短短几十年 想一想 我们不能靠钱来维持 我们真正的良心和感情 希望大家彼此尊重 家里每一个人 让这种夫妻的感情 上升到佛情 相互尊敬 我们才会好得长 才会永久的 像亲人一样 长久住世啊 一个人有钱买不到尊重 一个不尊重别人的人 再有钱 也会失去心理的支撑点 和平衡点的 所以学会 用智慧来尊重每个人 这就是学博人和普通人的 不同之处啊 看看这几天 每一个义工双手合十 给你端饭的 你知道 有的是一个工厂的老板 有的是大企业的企业家 有的是我们平民百姓 大家不分彼此 相依学佛 在一起做功德 平等心造就了我们的慈悲心 慈悲心造就了我们人间的佛心啊 学佛要学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就是证悟明白人生 要开导众生 离苦得乐 学会明心见性 想一想 每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总是说 我不想走啊 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啊 因为他到死都看不破 因为他没有去的地方 而我们学佛人知道 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 我们看破了 我们情愿受这个苦 很多人看不破 情愿受这个人间的苦 他也不离开这个世界 就犹如很多人 在学车的时候 已经毕业了 拿到了正的车牌 但是他还喜欢把那种学习的牌照 放在自己的车上 人生一切只是过去 人生的一切只有无常啊 想永远的拥有我们精神上的快乐 那只有往天上去找 只有在菩萨身边 那我们才是最最快乐的 记住 人间的真谛就是 一切唯心造 世界上一切都是你的心想出来的 别人都很好 你把别人想了坏 你因为你的心在把别人想坏 别人都是这么善良 你把别人想的善良 你就是这颗心在造就了你这个善业 所以心中有 他就生 心中没有 他就灭 学博人就是要看破 要放下 心中无有生 心中无有灭 所以生和灭都是人间的一个短暂的结构 所以菩萨真正的开悟是涅槃 涅槃就是让自己的肉身和自己的灵魂 同时达到了一个无上正等正觉 我们人在生活当中 什么事情都会碰到 我们不理解孩子 以后我们会伤害孩子 有一个小故事 父亲下班回家 很晚 身体很疲倦 心情不好 他发现五岁的孩子在那里看着等他 孩子说 爸爸 你一小时能挣多少钱呢 父亲生气地说 诶 与你无关 孩子说 爸爸 你告诉我 你一小时挣多少钱呢 父亲生气地说 这个孩子 你一定要问 我告诉你 我一小时挣二十美元 父亲几乎要发脾气了 这个孩子沮丧地低下了头 不一会儿 犹犹豫豫地说 爸爸 能借给我十美元吗 父亲终于发怒了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问我这些问题 还要找我借钱去买玩具 我觉得你这个孩子太自私了 我每天工作这么辛苦 我哪有时间还跟你讲这些事情啊 孩子不讲话 回到房间 父亲突然感觉到自己有些粗暴 又走进孩子的房间 问 儿子啊 你睡了吗 孩子说 爸爸我还没睡 父亲又说 哦 儿子 爸爸今天心情不好 刚才 对你太凶了 那这是你要的十块钱给你 儿子 非常开心地接过钱 然后 从枕头下面 拿出了一些 皱皱巴巴的 一块一块的美金 仔细地数了起来 父亲又生气了 你已经有这么多钱了 你为什么还要 儿子说 爸爸因为钱不够 现在够了 然后将数好的钱 全部放进了 父亲的手里 认真地对他的爸爸说 爸爸 我现在有二十美元了 我可以向你买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明天能早点回家 我想你和你一起吃顿饭 多陪我一个小时吗 我们人为了欲望 为了赚钱 生活压力大 父母根本没有时间去陪孩子 时间可以创造金钱 也可以创造无价的感情啊 就看你怎么去分配了 想一想 多少家庭的破裂 不就是很多人只顾赚钱 忘了家里的亲人吧 想一想 我们学博人要懂得 不能整天地为生活而生活 把我们的智慧和慧命 丢在了一边 我们不懂得灌溉自己 善良纯洁的良心啊 要爱护好我们的慈悲和善良 我们一定要像 医师孩子感情一样 医师 不能像医师孩子感情一样 去医师我们自己的本性和良心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